而艺人郭子前今天则是办了一个万人联署活动 这是因为他去年带全家到韩国旅游的时候被热水烫伤 但饭店不闻不问 这韩国法官呢还怀疑他自导自演 让他忍无可忍要抗议 上百位艺人挺身而出为郭子前发出不平之声 不怕主持界大哥于天曾国臣椭中康都来力挺郭子前 我觉得他们天爱他们的国家 可是不能挨化我们这个国家 这次在台北车站大厅发起万人联署活动 已经超过三千人签名支持 郭子前也强调并不是要操控族群 更不是要呛韩国 只是要求一个公平和正义的判决 经过一年九个月对于自己遭韩国司法反污陷的案子 真的是忍无可忍不愿就此终结 希望不要变成永久的历史案例 因为如果变成永久的历史案例 以后台湾人只要到韩国旅游 万一你受伤或者发生意外 或者不小心跌倒 韩国人是不会赔你的 而且还会说你是故意受伤 故意跌倒 去年郭子前带全家到韩国玩 在一间五星级大饭店 不小心被底部破损的热水壶烫伤 导致大腿八成面积二度灼伤 严重到坐轮椅回台湾提高求偿 却反被韩国法官驳回告诉 质疑他是造假 认为他是使用热水瓶不当 甚至还说他是自己故意烫伤 万人联署活动就是要唤起社会大众的重视 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位民众发生同样的遭遇 追求R53NC小组台北综合报道